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謝謝Vivian 想說什麼? 第一件事,我發覺 我在這裡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下午第一個演講者像貴賓 因為她的名字改得不錯 她叫貴賓,即是VIP 一出生已經是VIP 或者你的名字很長 Denise唱的歌是什麼? 一區八... 我也不知道長得叫什麼 八厘米的影畫戲 或者今天的名字 The Beauty of Randomness 也很長,名字改得很重要 Anyway,我很隨意 因為我沒有想過我想說什麼 不過我只是當Vivian 其實Vivian這麼多年來 我們認識了十幾二十年 她叫我不要說,我們寫了多久 我是她四個朋友之一 她叫我講一下 為什麼你要有五十萬個粉絲呢? 其實是因為很隨意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應該有五十萬個粉絲 還有第一件事就是 發覺今天大家在這裡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你不應該問一個五十歲以上的人 為何會有五十萬個粉絲 我想一歲給一萬我都要有五十萬個 那也不錯 Anyway,我想說的就是 當她問我的時候 是沒有一個答案的 因為每個人的微博 或者她的Twitter 或者她的Facebook 都有她自己獨特的地方 有她自己的生活的一面在那裡 有些人喜歡看 有些人不喜歡看 沒得逼的 我又不是林峰 可以坐著就可以了 你看到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真的 你看到鄭家榮的微博 鄭家榮說 她只寫我 我今天剪了 可以有一千五百多個轉載 我不知道轉載她剪了有什麼意義 不過真的可以這樣 但是沒有 因為我是盧永人 我不是鄭家榮 我說我剪了 那原來是沒有答案 沒有人理會 有些人說 那關我什麼事 你剪了什麼 所以當我 當Vivian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只有 但是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她給我一個機會 去回顧一下 我這兩年多來寫過的微博 為什麼真的會有人看的呢 首先這個東西會不會 這是昨天的 大家知道有兩個微博 主要有兩個微博 其實不止的 有三星 有七星 在內地或者香港最有名的兩個微博 一個是新浪 一個是騰訊 一個是騰訊 我在新浪有四十八萬 因為那邊我沒有什麼寫的 那邊寫了四百多條 那邊寫了三千零九十八條 其實最後那四百九十三條是一樣的 因為很後來騰訊才叫我寫 我就說很好 你有沒有一些軟件 不然可以一按按鈕 就兩邊都有的 那是有的 所以我就有那邊了 所以那邊只有七萬多 那邊好像也有七萬多 那邊好像也有五十萬 我第一次寫微博 是如果你看 站這邊好像比較好 在右手邊的帳下 在你們的左手邊 是一零年的五月八號 一零五月八號 我喜歡很多人 就是一個飯局上高 其中一個給我和我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你們不會認識的 顧幾軍 也是以前做電視的 他是很出名的主持人 他就說你有沒有玩微博 我說你玩微博 他說你這個人是IT人 很多年輕的一代不知道 所以他在這裏 Navigator網上行是我創辦的 其實 我當年是跟那些比較年紀大 好像Francis Fong Vivienne 那一代都是在這裏 大家搞這些事情 他問我有沒有玩 我說沒有玩微博 他說你加啦 所以你看到那邊 是我第一次玩微博 當然你看到那個轉法 和評論是零的 應該的 因為第一天 都沒有粉絲 粉絲就是那台的人 那台有十二個人 大家加大家 但他們亦都很差 沒有轉法我的 但不要遲 我只要一個星期 通常我做事是這樣的 我做事是希望自己做得好些 我不甘心 為什麼沒有人會看我的 是否沒理由 我只要用一個星期的時間 在5月15號 我就想一下 有什麼辦法 我弄了一個很有趣的Hello Kitty出來 這是當年 Hello Kitty 我以為你喜歡 真的可以 我把Hello Kitty出來 有217個轉法 加上70多個評論 差不多300個 我告訴你 300個轉法的評論是不少的 一般來說不少的 今時今日哪些人 除了你是鄭家榮 或者在國內最近的 現在在新浪的微博排第一 叫姚神 一個很出名的 沒有趣 或者第二 就是你開福 是一個以前在Microsoft 做過很出名的 以前是科技人 現在是一個專門創圖的人 之外 其實很多人 如果你唯一的途徑 想多粉絲 我剛才在下面的時候 按一下 現在最最新的行程 就是3元可以買到1000個粉絲 通常是沒有什麼轉載 無論如何 我發覺這個Hello Kitty 可能會有效 然後我就發覺 咦? 可能放一些 我的英俊朋友 有用 我一邊放了 黃子華和鄭家榮 在那裡 是一次我開派對的時候 他們在那裡 另外一邊放了 我以為比較厲害 我和劉德華 已經可以當特首了 在那裡 但你發覺很有趣 其實我在這裡 因為我用了iPhone 去做這個 在右邊那個 其實是有程 差不多四百多個轉載 四百多個都不少 因為那時候 粉絲也只有幾萬人 那時候 那邊不少 但是這邊 我現在開始教你們 為什麼會多人看 左邊那個 劉德華在這裡 劉德華在這裡 為什麼沒有人看 原來很簡單 在那邊 那邊我就寫了 寫了鄭家榮的名字 和王子華的名字 這邊我寫了 懶熟的名字 寫了華仔 寫了華仔 那你知不知道 我很少粉絲 我很少粉絲 我那時候只有四五萬個粉絲 那些人看到華仔 只有四五萬 所以只有三十幾個 二十幾個在評論 但其他喜歡華仔的人 不知道我這個微博 因為那些人很少 在微博上搜尋華仔 他們搜尋華仔 搜尋劉德華 所以 我說 即使你提到的名字 也很重要 即是 如果你想有機會 你看的東西 是別人搜尋到 看得到的 你要寫整個名字出來 別人才能看得到的 後來我知道 這樣也不僅僅 你還不僅僅 你還要加上鄭家榮 希望他的粉絲 或者鄭家榮 一個不小心看到 幫我再轉載 那就更加多人看到 這些是技術 然後我就在想 我怎樣寫 會多些人反應 因為那個反應 其實是一個互動 是一個挺有趣的東西 我發覺寫一些東西 開始是比較 怎麼說 是生活性一些 是多說一些 我自己對生命 對愛情 的一些觀感 開始就越來越多了 你看到你們左邊的那個 是我寫的 其實我只是用了張小嫻 張小嫻是個朋友 我不要亂用別人的東西 而且我寫了別人的名字 張小嫻在那時的新書 叫做 《我的愛如痴麻辣》 裏頭的一句 每一個當下都要成為 過去流世的 不是時間 而是人 是一些比較 尤其是國內的人 很喜歡聽的一些 對於生命的自己的看法 那次是第一次突破 去到三千五百幾個轉載 這邊是另一個我很喜歡的 一個自己對生命的看法 寫的東西其實有一個技巧 在那一句寫著 你知道嗎 有時候休息不是代表 無所事事 你想想一句陽光明明的夏日之上 你躺在那裡 你知道嗎 每一個人看見這件事的時候 都可能覺得你在跟它說的 其實尤其是 尤其是 我那次很取巧 一個理字是用女生編的 好痛 今時今日 五十幾萬女圖 我的粉絲 是有三十八萬的女生來的 我寫著一個理字 那些人就覺得 有些人覺得 可能我跟她在說的 當然我太太聽到 不太喜歡這件事 那 我說作的 我通常跟我太太說 嘗試不同的東西 我連Winnie the Pooh也用了 當然有些是真的 有一次我和我兒子在看 Winnie the Pooh Winnie the Pooh說 如果有一天 我們不再在那裡的時候 Winnie the Pooh跟 Piglet在說的一番話 我兒子跟我說 Daddy, you will always in my mind 我寫在那裡 這些很感性的東西 發覺那些人很容易找到共鳴 在那裡 這邊也是 這個love字是怎麼寫的 他說love字是不需要寫的 這些其實是一些很少的 平時看到的東西 你覺得的東西就是 其實你想寫的東西 可能是很隨意 你那天看到一本書 你看到一些東西 你覺得感動了你 你覺得感動了你 你跟人分享 整件事是說的 分享在那裡 當然你會發現 有些東西也很興趣 其實我覺得微博有一個好處 Twitter有一個好處就是 令到你對周圍發生的事物 那個感應是大了一些的 你可以跟別人分享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想很多人都用過Baby Shampoo 是嗎 Baby Shampoo 就是說 為什麼用Baby Shampoo 因為那些東西不會冷眼的 不會冷眼的 No more Tears No more Tears 那我就改了它去說 如果愛情 是好像一個嬰兒洗頭水 寫著No more Tears 那大家多幸福呢 是不是 這是另一個 今天不說太多愛情 能夠跟名人有個互動 剛才我跟張小嫻有互動 也是幫助你很多的 我在… 其實我11年3月中的時候 寫過一篇文章 我說 其實在生命之中 有多少人是可以真正走進你的生命呢 有個好朋友問我 有個好朋友跟我喝完茶的時候 她問我 因為她剛剛失戀了 她問完我之後 我寫了這篇文章 當然在那天下午 李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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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能夠收到 她不知為何能夠收到 她就加了兩句 她說 腳下的印記有誰 通過他們學到什麼 才知道 其實聽完我還是不太知道 家欣想說什麼 不過李嘉欣寫就不同了 李嘉欣寫完 李嘉欣寫完之後 我忘記了 總共的轉載 差不多有六千多個轉載 因為她是李嘉欣 我不是 然後我寫了很多比較深情的東西 但我剛才說 如果你想寫一些是要感動人的 你一定要先感動自己 你根本就感動不了自己的東西 你根本就感動不了人 很快 微博也給了我機會 是Capture一些東西 譬如我兒子第一次養一隻狗 很開心的東西 我看回的時候 也看到我第一次 一生人第一次撞車 在那裡 這個是 11年的6月中的時候 我在常州那裡撞車 是貶了 我竟然是可以實地現場報道的 我是8點半撞車 這個微博是11點鐘 我還在路邊的時候 等了兩個半小時 也沒有人來救我們 那時候我就寫 發現很多朋友 竟然比警察快速 這件事挺好玩 我最後想說的是 我最後一條微博 基本上都是這樣 你想寫的東西 要有共鳴 可能是嚴簡 異深 但心是代表深情 是代表人家看完會覺得很深刻 有感動的 那件事 你才會有 沒有答案是怎樣 可以標到50萬個粉絲 我最後一條就是 剛剛前幾天寫的一條 我是… 那裡叫什麼戲? 有一間屋飛上去那裡 叫什麼戲?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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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四個文碼 他說 I will be with you actually until the end 我只寫了 永遠 可能太遠 是深遠 還是看緣分 那其實我覺得 可能要… 那當然了 這邊你要看到 舒淇就撿了 舒淇撿了 舒淇撿了之後 她多了千多個 但其實我加碼 有三千多個轉載 在最後一天 人家能否看到你的東西 是你寫得很不好 但可能也有緣分在那裡 隨意一點 自己寫得開心一點就可以了 Thank you 謝謝William